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向斯托伊·科维奇改变了口风 但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犯下了错误 他说 我要说我还是了解杭州旅程是一支怎样的球队的 所以他们获胜我并不感到意外 我和我的队员们说过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但是他们在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我满意 他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应付这场对决 而杭州旅程队的主教练吴金贵在发布会上得到了掌声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对手的身后 他当他拿不下来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斯托尔顶上去 都内外顶上去打中锋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觉得就是他肯定要破了 他肯定要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速度 事先我们都看了一些这样的那个那个就是说统计数据 就是路倒路脚在四场比赛中赢了他三场 怎么赢的就是非常坚决的打他声控 但这个秘密不应该在这里讲 到了日本就麻烦了 那依然这样我们还是怎么去打 谢谢 杭州旅程队在今年预计投入1亿人民币 在金元足球的背后是对待这场比赛的专业态度 前期考察对手制定针对性战术 球员卖力表现 每个细节上的专业态度决定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3月1号2011赛季亚冠联赛首场比赛 在韩国冀州世界杯球场拉开战幕 中超上赛季亚军天津泰达对客场挑战 K联赛亚军冀州联队 上半场第13分钟 天津泰达便制造了一次杀击 离本剑的远射被对方们将街号巨奋力呼出 两分钟之后 冀州联队的金银中的射门稍稍高出 从海外归来的于大宝本场比赛四直右路 他的突破和射门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上半场比赛结束前 冀州联队还有一次势在必尽的机会 但是被表现出色的杨启鹏奋力扑出 面对上赛季主场保持不败的冀州联队 泰达队的队员们在球场上表现得十分积极 全队上下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 上半场比赛第10分钟 张小斌右路下底船中 干净的于大宝飞身强点将球打进 这也是本赛季亚冠联赛的第一个进球 天津泰达队为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剩余的时间里 冀州联队开始了疯狂的反攻 更多的威胁来自于禁区外的远射和定位球 曾经入选过国庆队的门将杨启鹏 用自己的能力将对手的攻势化为乌有 全场比赛临近结束时 冀州联队的任意球打在了横梁上 天津泰达队最终以1比0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月2号上赛季中超联赛冠军 山东鲁能队在客场挑战全北线带队 这场比赛中山东鲁能队的阵容 与上赛季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比赛开场仅仅13分钟 全北线带队的李东国面对门将杨成 这脚舍门居然偏出了门柱 这几乎是一次空门的机会 但是老将李东国并没有抓住机会 随后韩国的全北线带队队长赵胜桓 在进去里的推设又被山东鲁能队的队员挡住了底线 随后艾尼尼奥的任意球也没能攻破球门 全北线带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轮番的攻击让山东鲁能队的门前显向还生 索性半场结束前还没有被对手破门 比赛下半场进行到第60分钟 屡屡浪费机会的全北线带队终于完成了进球 33号老将朴载员后点插上 投球小角度破门打破僵局 最后伊万科维奇开始调兵险将 先后换上了韩鹏和邓卓祥展开进攻 韩鹏在上场之后创造了山东鲁能队比赛最好的进攻机会 但是无奈对方的门将表现实在是出色将进球拒之门外 山东鲁能队在全场都很被动 中场失控的情况下吸引性的卖员奥比娜迟迟迟迟没能找到状态 最终全北线带队的进攻没有停止 但是也没能攻破山东鲁能队的球门 1比0的比分没有改变 山东鲁能队在客场输掉比赛 命名于2003年 改制于2009年 亚洲冠军联赛 搭建亚洲足球俱乐部最高竞技舞台 东西亚两个赛区 共计32支球队 角逐亚洲俱乐部最高荣誉 2011年山东鲁能 天津泰达 上海申花 杭州绿城 他们携手代表中国出战亚冠联赛